温乔出任刘坤的使者,出到江南来,这时候江南的政权刚开始建立,干木法纪还没有制定。 温乔出道,对这种情况很是忧虑,随即拜见丞相王导,诉说禁帝被囚禁流放,设计宗庙被焚烧,先帝灵寝被毁坏的惨状,表现出王国的哀痛。 温乔言语间忠诚愤慨,感情激烈,边说边替死横流,丞相王导也随他一起哭泣。 温乔叙述完实际情况之后,便真诚地提出结交的意愿,王丞相也真诚地语以接纳,温乔出来后高兴地说。 江南自有像管吴仪那样的人,我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? 江左仪吴是指管仪吴,是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。 向齐桓公成霸业,后代诗文中多指,有辅国救民之才的人,如魏子安花月恒第七回中提到。 这也没什么奇处,那诗歌公谈琴退敌,谢太傅为其才术,明世大半专会磨调,至如今就算得江左仪吴,让他推群独步了。